好 郭台銘確定不選 那跟他結盟的柯文哲 他的下一步到底是什麼 現在大家很關注 有人覺得說柯文哲 被他玩弄了嗎 但事實上其實 郭振穎的人認為 柯文哲要讓他的民眾黨的選票 極大化 可是他什麼代價都不願意付出 這也是郭董最後覺得有一點測心 覺得你什麼都不願意付出 連當副手你都不願意的話 那怎麼可能有城市的這個機會 所以柯文哲現在 到底他的選項有哪些 第一個就是郭董如果不選 柯文哲有沒有選 他還有沒有機會可以選 那今天早上的時候 柯文哲拿到了三頁的聲明 柯文哲說我跟你們一樣都很驚訝 我只比你們早幾分鐘知道 他尊重每一個人的決定 那我都可以理解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人情事故 那至於說是不是在11月21 22號之前跟其他政黨 用其他政黨的門票 他說就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所以他說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的時候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他拿不同政黨的門票 去參選還是有機會 畢竟他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情民黨 一個是時代力量 所以柯批他是不是有可能在 11月22號的時候 用政黨的門票來參選 這個到現在還是一個問號 完全還沒有打上句號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可能 另外一個媒體問到說 你有沒有可能今天下午5點之前 這個問題已經成為過去式了 因為現在已經是5點半了 這事情就沒有發生 但是早上記者還是問他 說今天下午5點之前 有沒有可能會領表來登記 柯文哲說 那你要不要幫我找一個副手 因為副手真的不好找 而且也不可能這麼急 所以有人開玩笑說 郭董壓到最後一刻才宣布 是不是等於壓縮了 柯文哲他應變的一個局面 媒體還有問他說 你曾經說過郭台銘不選 我就會選了 現在柯文哲講說 如果是郭台銘提前一個月宣布不選 那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做準備 可是距離登記結始時間 只剩8個小時不到時間 我怎麼去找副手 怎麼去做這些文書的作業 那另外一個問題 郭台銘不選會不會 因為是柯文哲不願意當副手 我們掌握到的資訊 事實上是沒有錯 就是因為他不願意當副手 所以這讓郭正銘會覺得說 什麼好康都是你的 然後要付出錢 要付出這一些組織什麼的 變成是他要去負責 這讓郭董就打了一些回票 而且郭董他們掌握到的 確實只有跟柯搭配的時候 他們的民調才有相對的勝算 所以他認為柯文哲應該要當副手 但最後聽說在昨天 最後關鍵的時刻 郭台銘還問了柯文哲 你到底要不要當副手 柯文哲婉拒了 就成為他最後的 這個一個決定的關鍵的因素 民眾黨會不會接下來沒有母雞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民眾黨如果光靠 柯文哲一個人的魅力的話 民眾黨到底有沒有辦法 在政黨票裡面圈出這麼多 因為接下來的選票 除了有政黨票 還有總統參選人 還有立委選舉 如果說你沒有母雞 也許他就不見得會去投票 民眾黨的支持者 如果沒有母雞 他就不會為了民眾政黨票 特別去投票 那這個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會降低 他們去投票的狀況之下 是大家要去疑惑的一個點 所以柯文哲特別講到說 民眾黨會提滿 34席不分區立委 過去有很多政黨 在推人選的時候 也不見得都有總統的參選人 只是說他們可能就是 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另外一個問題 郭柯和是不是已經破局了 這也是大家很疑惑的 柯文哲說 他不排斥要跟郭台銘合作 那合作到底是什麼 接下來大家要等著瞧 合作是說在立委的席次方面 他們各提各的嗎 是不是有這個可能 那媒體有追問他說 你們接下來會兩個人一起服選呢 那柯文哲說 只要目標都是為了台灣好 為大家好 都可以坐下來談 在不同的崗位上 用不同的方式 來做對台灣好的事情 那怎麼看郭柯破局呢 新潮流台北市議員梁文傑 他講話向來非常失利 他說郭台銘是被女妖迷惑的 奧迪賽斯 那女妖是誰呢 當然就是柯文哲 是不是他終於走出來了 那國民黨青年部的主任 蕭敬妍 他說搞了一輪繞了一圈 結果最後被仙人跳 他說快笑死了 他說柯文哲沒有想到 詐騙集團也有被詐騙的一天 那財經專家胡彩萍 他我覺得他應該是有點開玩笑 他說他跟人家賭了100萬 結果沒想到他賭輸了 所以他很恨郭董 讓他慘賠100萬 他有分析 他說對柯當然是一個 全面崩盤的劇本 那對柯文哲來講 最好的選擇就是全面收兵 中國時報有報導說 郭董拒選 那柯皮小英頭痛的開始 民眾黨在頓屍母雞之下 面臨了藍綠夾殺的情況 那柯皮到底是不是很早之前 就有型秀出郭台銘可能會不參選 因為大家發現柯文哲這兩天 尤其是昨天跟前天 他講到郭董的時候 他每一次的發言 這個開場白就是 如果郭要選的話 那似乎感覺他是不是有秀出 郭台銘已經不選了呢 那這個9月16號的時候 柯文哲說一切就按照SOP走 就沒事 如果現在宣布不選 那我也沒有時間準備 因為比裡面這個線 好像也沒有東西 那他也沒有收到什麼訊息 不過這樣 他覺得還是那一句話 如果要幫人家 那也不要給人家壓力 那更早一點 9月14號的時候 柯文哲說 讓郭台銘順其自然自己決定 如果要幫忙就會幫忙 但是他不會下指導期 他到底要怎麼樣繼續的 像他自己所說的關心政治事務 現在有拋出一個風向 跟他非常親近的前立委徐忠雄 他表示他說退選比參選 更需要更大的勇氣跟智慧 那反而是這個韓國瑜 他不能再把民調下滑 推給郭董了 那郭董未來會透過 第一個成立智庫 第二個進軍國會 第三栽培新人 來進行一個台灣政治改革的工程 他說國民黨在黨內初選的時候 全台跑透透 那其中在彰化的行程 徐忠雄是全程陪他 那在郭台銘初選的過程中 也提供了很多意見 對郭董的退選 徐忠雄把他貼身的觀察 他說郭台銘退選了 最該擔心的是韓國瑜 因為韓正宜把民調持續下滑 都歸咎給郭董 質疑要參選 拉走了部分藍營的支持者 所以如今如果韓再下滑的話 那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牽托 但是這個徐忠雄 也就是親郭人士 他也透露出來所謂郭董要維持 繼續關心政治的方式 就是要成立智庫 要進居國會 而且要栽培新人 用這樣的方式 可能讓郭董的政策 可以在國會裡面 來進行的推動 那我們也特別講到 徐忠雄他也說 以後民調再跌 就不可以算到郭董的身上了 大家也呼籲說 這個韓國瑜如果確定 現在是藍綠對決的情況之下 大家可能覺得對韓國瑜 是不是會比較緊繃一點 因為過去的幾次民調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一對一 最近來講的話 對韓國瑜是居於下風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TVBS最新的民調 可以看到過去幾次 尤其是從8月16號開始 這個時候 韓國瑜就已經輸給蔡英文了 韓國瑜是42% 蔡英文是47 上一次是41%對上49% 後來韓國瑜上升了1% 但是蔡英文還是高居到49% 所以一對一的情況之下 韓國瑜似乎到目前為止 是居於劣勢的 但是也有人講 最主要是因為郭台銘的因素 國民黨裡面 還有這個大腦在亂 讓很多人對國民黨很失望 但是如果國民黨整個團結起來 大家整個方向都一致的時候 也許藍綠的民調 會呈現不同的結果 那來看一下這一個在這個 所謂的交叉分析裡面 從區域來看 在北北基的方面 蔡總統在這次的調查裡面 拿到了4成8 韓國瑜也很厲害 拿到了4成3 可是北北基是 藍營的這個基本盤 所以這樣對韓國瑜來講 也許好像是比較危險一點 那桃竹苗的部分 兩個人幾乎打成平手 跟在北北基的狀況是一樣 中張投 中台灣 就是蔡總統非常認真 勤走中台灣 一個禮拜可以去好幾次 那他中台灣的民調 他拿到了4成 韓國瑜拿到4成7 蔡總統雖然走這麼勤 可是顯見他跟上一次的 民調比起來 上一次還將近4成 就將近5成拿到了4成8 可是走這麼勤 居然變成只有4成 所以走這麼勤 可能效果也不是那麼明顯 那雲嘉南也就是韓國瑜的 這一個OK處 他這部分其實民調 一直起起伏伏的 上上一次是3成 上一次4成 那這一次3成3 蔡總統在這邊有絕對的優勢 將近到6成 高頻頻 這個更關鍵了 就是韓國瑜他執政的地方 高頻頻的部分 其實動盪也滿大的 上上一次韓國瑜拿到3成7 上一次4成3 這一次3成7 而蔡總統似乎就一直維持在 45到55之間 所以在區域的交叉分析裡面 可以看出來 韓國瑜其實在很多地方 恐怕都要再加強 另外一個一對一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交叉分析 也就是年齡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已經講很多次了 好像是39歲以下 對蔡總統來講 是相對是比較有優勢的 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這個20到29歲的部分 蔡總統上一次拿到8成3 這樣的數字是滿驚人的 等於說100個年輕人裡面 有83個人是支持小英的 那這一次 最近的一次調查 也到了7成7 這樣的數據也是很高 韓市長他上一次調查 在年輕人裡面拿到了1成4 那最近增加了5%到1成9 但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懸殊的 一個比數 那30到39歲 蔡總統還是很有優勢 6成2 而且上一次5成7 等於是有點增加 那韓國瑜在這個地方 比在20到29歲好一點 至少他到了3成5 那40到49歲之後 整個狀況就不一樣 變成韓國瑜是很有優勢的 蔡英文拿到了4成5 韓國瑜拿到4成9 50到59歲 蔡總統拿到35 韓國瑜拿到5成7 60歲以上 兩個人幾乎快要打成平手了 蔡英文拿到41 韓國瑜拿到4成3 所以在年齡的分佈 其實一直都是在年輕的部分 蔡總統比較有優勢 年長的部分 就變成韓國瑜有優勢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政黨的交叉分析 政黨交叉分析 可以看到蔡英文在民進黨的 支持者這一些裡面 高度的集中9成7 只有2%會投給韓國瑜 在國民黨傾向的選民裡面 有高達9成1的人集中 在韓國瑜身上 但相對於蔡英文的9成7 這個集中的力道 似乎稍微差一點點 有5%的人會支持蔡英文 那也滿特別的 時代力量裡面 有高達8成9的人 是支持小英 有1成1是支持韓國瑜 柯文哲的民眾黨 民眾黨裡面有7成1的人 會支持小英 2成5的人支持韓國瑜 所以如果柯文哲 在沒有母雞 在沒有郭台銘這個母雞 帶動之下 民眾如果去投這個政黨票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7成1的人 是順便投給蔡英文 2成5的人順便投給韓國瑜 所以柯文哲如果他的影響力 發揮得更明顯的話 對柯文哲可能就會有一些 對蔡英文的話 可能會比較有優勢 那針對這一些 柯文哲 這個郭台銘確定不選之後 整個彼此的消長 這個問題我們現在視訊 來連線到台北市議員 游淑慧 淑慧妳好 哈囉 大家好 淑慧可以請教一下 柯文哲 有人說他是整個盤算盤算錯了 他可能要重新算接下來的局勢 到底要怎麼辦 但有人講說郭董氣的就是 柯文哲只想要讓民眾黨 這個得票最大化 可是什麼都不願意付出 連副手都不願意做 你怎麼看柯文哲接下來 到底要怎麼面對他的下一步 對 今天很多人都說 今天最無助的人就是柯文哲 有人說他被丟包了 也有人說他是想要詐騙 郭台銘董事長 但是沒有詐騙成功 想要寄生上流 結果沒有被 沒有寄生成功 當然說柯文哲他說 他還是會全力進軍國會 他還是會提滿34席的 不分區的立委 那根據我們的評估 他大概政黨要可以拿到 大概10%是沒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他可以拿到 4 5席的不分區 這個是目前柯文哲 他應該要有的實力 我們要公道的說 那對他來說 他的最大目標 除了席次最大化以外 他最的門檻 他是要過5% 為什麼 因為過了5% 台灣民眾黨在下一屆 2024年的時候 他才有總統候選人的 這一張門票 他才可以推薦 他自己當總統候選人 所以這是柯文哲的 第一個當然是立委 其實極大化是最好的 但是最少最少 政黨要過5% 可是現在柯文哲 面臨的困境在於說 任何一個政黨 就像過去宋楚瑜先生 為什麼要不斷的出來參選 因為你沒有母雞的情況底下 你很難帶動你這個政黨的選情 包括說你的政黨不分區的提名 包括說你的區域立委 何況現在柯文哲他連不分區的名單 都沒有亮眼的名單 我們看到他基本上就是找自己的局處首長 所以自己人玩自己這樣的一個政黨 同溫性這麼小的一個圈子這麼小的一個政黨 他是不是真的能夠得到民眾的認同 在政黨票上面大家願意去蓋這一張政黨票 因為他提的不分區大家心裡會想 不都你是政府的局處首長嗎 沒有魅力 所以今天郭台銘不參選 對柯文哲最大的影響跟衝擊就是 他沒有母雞去選這個總統候選人 也就是未來的120天裡面 幾乎會沒有柯文哲的角色 因為他只有跟郭台銘合作 我們看到這一個月來 所有關於柯文哲的所有新聞 都是跟郭台銘先生扯上關係的 要不要合作 兩個人怎麼分工等等的 可是一旦沒有總統候選人的柯文哲 或是沒有總統候選人的台銘黨 他在區域立委 我幾乎可以說是領袭 他區域立委幾乎沒有地方可以贏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未來的120天的選舉焦點 柯文哲跟他的台灣民眾黨 幾乎會被完全的邊緣化 那被邊緣化以後 他要怎麼樣在他的政黨票有所斬破 所以另外一個 大家覺得柯文哲 接下來他的這個 就是如果 因為按照我們的民調裡面 民眾黨裡面有高達7成1的人 是支持小英的 換句話說 當我今天要去投票 民眾黨是沒有母雞的 會不會造成說 我去投票的時候 因為總統我不知道要投誰 可是既然我都去投了 我就順便投了 然後這裡面的人 因為有7成1是支持小英 會不會變成小英的 在郭正宜裡面支持民眾黨的人 投小英的人就會有高比例 會不會造成是這個狀況 當然因為我們知道說 台灣民眾黨的認同者 基本上就有一大部分 是從時代力量那邊吸取過來的 也就是所謂的年輕率這一部分 所以他在政黨 他除了認同柯文哲跟台灣民眾黨以外 在總統候選人 假設今天是柯文哲出來 他可能就會投柯文哲 可是如果柯文哲沒有出來的話 他就會投 他覺得跟柯文哲比較接近的 所謂的蔡英文 因為他們過去本來柯文哲的這一些支持者 就是從民進黨來的 大家要知道柯文哲在2014年的選舉 他的主力來源其實是民進黨的基本盤 再加上他自己以白色力量 去斬獲的中間選民 所以柯文哲的支持者 台民黨的支持者 有很多過去其實本來就是認同蔡英文的 不應該是說台民黨如果說 柯文哲不出來就會去支持蔡英文 不是 而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本來很大部分就是來自於民進黨 所以這只是一個選票的回歸而已 因為台民黨沒有自己的候選人 其實即便是之前台民黨 石櫃 不好意思 我們時間到了 石櫃 謝謝你 我們明天再跟你來討論政治 那真的是一個爆炸性的聲明 郭台銘昨天他發表政大聲明 決定不要參加2020大選的連署 有內幕的消息說9月6號的時候 郭台銘就已經傾向不選總統了 那這一份聲明有什麼樣的玄機 最後讓郭董決定 確實棄選總統 發揮臨門一角